这次我要开个更大的团 就是这个都是和寿司的关系 就像英雄联邦和DOTA 说到这个 最近S菜又要开始了 气癌也要开始了 我们最近也接到了一些战队的邀请 让我们去探探他们的战队食堂 你们想看哪个战队的 发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计划的 比如说这期视频 点赞目标是什么呢 点赞到10万 我们就去掏国战队的食堂吃个饭 饭又不免费 平沙排长队 大家好我是平沙排长队的主持人 萌萌 你哪个在拍什么啊 今天的参赛选手是上海排名第一的日料 令鼓花开 他现在的参赛成绩是 他咋地无所对的 咋地一提提都 还得把两个送的啊 我这部手带刚刚说你起来 给他说什么呀 把路人吓走了 这家店目前的成绩是 工作日排队100桌 双休日排队200桌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排队的顾客 请问你排队排多久了 我路过的 现在是国庆刚结束的第一个工作日 对正好今天不排队我们就来一下 走我们进去尝尝 这家店分享到二次元 就进来以后看到很多二次元的元素 这家店叫令鼓花开 它虽然是家日料店 它其实是中国人开的 那看到中国人开的我就放心了呀 这家店走的是那个平价路线嘛 基本上上海排队比较成的饭店 人均都在100桌的 这一家店它既然能排这么成的队 它的缺点不会特别多 食客也不是傻子的 凭啥排成队系列 哪一期都会让你感觉我们像收了钱 但是我一定要说一下 就是这种店 他们一般给钱的方式是找那个小批量的博主 然后我们做推广很贵 性价比很低 那么一般做这种排队的店 我们是真的自己来排队的 或者就下午三点来 这个是澳洲铺天盖地火牛寿司 澳洲铺天盖地火牛寿司 这个喷枪我好熟悉 喷枪把中间的这块黄油烤化 然后让周围的牛肉带一点熟 可以 这做出来还挺有食欲 还真是和牛寿司 好香 找到点了 为什么家店受好评的点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调味 它就跟寿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因为你如果正常的吃一个所谓的和牛寿司 它上面可能只撒一点点盐 可能连一点点盐都不撒 还是希望你知道食物本来的味道 所以我现在已经知道一件事情了 家店可能是中国人开的 它这个牛肉上面 充满的是那种咸甜的酱汁 质咸加质咸 然后把黄油涌掉了以后 整体是很香的 我可以这么说 这是它的巧味重到了 我连牛的品质都吃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挺好吃 听估计它的味道很重 而且你在点它的时候 你还能享受一个桌边服务 有个服务员过来帮你现场喷制 现场帮你去 能让我喷就好了 牛气全开 奶油乌冬面 边上放了5块半生不熟的牛肉 这个摆盘说实话 屁板板 感觉乌冬面还挺好看的 要是挺好吃的 它放了一个生的蛋 然后牛肉感觉也是生的 上面撒了点黑胡椒 一点盐 牛肉是在这个吃的 不管是 好生 好生 你能不能拿喷枪给我烤一下 这个调味料是酸甜口味的 来吃面 哇 这个东西真的很有食欲 一般拍照是这样拍的 我们把两片牛肉吃掉了 来 拌一拌 就那种奶油硬面 然后用它来炒乌冬 但是它跟那种奶油硬面 很大的区别就是 它一个是乌冬是粗面软面 还有一个是它的奶油非常非常多 一整碗都是奶油 我个人不是很推荐这道菜 它那个奶油的味道 让你感觉应该是有点嚼劲的 但是乌冬面一点嚼劲都没有 这道菜又算比较贵的 这道菜又算比较贵的 这道菜又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吃 反正我觉得这道菜卖上还可以 真的吃起来我不是特别喜欢 这个奶油尤其是配上这个蛋之后 其实是很香的 主要是这个能吃得凌爽 我跟你讲 喜欢吃奶油面的 一般都是吃奶油意味 它没有硬的口感 让我很不适 王师傅说着不是很喜欢这个面 会把这个面吃光 我虽然不是很喜欢这个面 但是我喜欢面 老北京帅羊肉吃三文鱼板 这个是黑松露三文鱼 哇 它里面有气冒出来 我以为里面是锅 结果里面是冰 我去看到这张图的照片 才知道这家店的 就看了之后觉得 哇操这道菜好牛逼 点完之后发现它其实就是三文鱼此身 但是它放在这种火锅里面 它上面夹的这个黑松露 完全吃不出来 那可见就是装饰用的 就是用来吃的 你就不要再有什么期待 就拍完照 然后就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 它就是一个拍照很好看的一道菜 哇 这个拉的好看 盖子上放了很多的芝士 然后让它漏进去以后 就好可以拉起来 但盖子上还有很多芝士 盖子拿走了 这下面是一坨紫薯 上面是一坨芝士 是一套非常豪放的菜 就喜欢吃芝士 可以吃到爽 因为上面真的有好多 比想象料好吃一点 本来以为是一道 除了拍一下照一无是处的菜 但吃起来还行 紫薯和芝士还挺杂 一个提供一个有韧性的口感 一个提供一个绵密的口感 哇 这个也真的挺好吃 这是有点胖的 对 热量有点高 因为很甜 对 这个太胖了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 松面款的菜品 这很难拍得很好看吧 就拉起来的时候 跟福侠把两个颗粘在一起 蜘蛛虾 这个是个什么鸡儿 这个是小可爱火山沙拉 火山沙拉 小可爱是在骂人吗 小的时候吃肺鱼子 一般都是在寿司上面吃到 或者那种吃什么日料 上面撒一拧拧 这道菜就是可以吃肺鱼子 吃到爽 来一口 满足一下童年留下的缺憾是吧 它最中间那一层是黄瓜丝 外面包的那一层是蟹柳丝 最外面那一层是肺鱼子 肺鱼子里面还包了一层酱 就是有那种童年吃的日料的感觉 有一道日料就是蜚鱼子拌蟹柳拌蔬菜的这种色辣 它把它反向的做了一个造型上的重塑 这吃起来是一样的 确实比想象的好吃 就是我一般看到这种造型非常奇葩的东西 多少带点技术 反正这道菜吃到嘴里是童年的味道 这个叫京都盖饭大满肉 这个好好看 这个设计的太好了 这个菜就是很屌 一道小菜里面有八碗饭 这个是奶油玉米配饭 这很普通 上面的玉米就是那种肯德鸡的玉米杯的玉米 奶香味很浓的那种 小时候吃那种自己家做的色辣 拿玉米拌丘比色辣酱 这就味道了 这是卤肉饭 还真是卤肉饭 上面的料很多 小蛋是很失败的煮肉饭 因为上面的肉鱼烤得太焦了 只烤三文鱼 你不尝一尝吗 不尝 我仔细地想了以后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饭 它是寿司的偷懒板 对吧 寿司的华丽摆盘版 绝对不是华丽摆盘版 是偷懒板 为什么是偷懒板 因为它不用捏 正常来讲 下面这个饭的数量 加上两块卖鱼 就是两坨寿司 你知道菜完全可以变成一个 12坨寿司 这跟原神和 不对 这次我要开一个更大的团 就是这个都是和寿司的关系 就像英雄联盟和Dota 这是什么鱼 这是青花鱼吗 这是天青色等一点鱼 好厉害 它就是和寿司 它下面的饭身材 还用加过寿司鸡的 我觉得这很聪明 就是它既省去了捏寿司的功夫 真的觉得很好看 对 拍照也很好看 它后面做了一个蛋包饭的壳 然后里面放了蟹柳 说实话 这个蟹柳寿司 是最便宜的回转寿司店里 最便宜的那种寿司 但它加上了很多酱以后 看起来就很华丽 所以感觉还蛮好吃的 还是最后一个 鰻鱼饭 中等水平的鰻鱼饭 哇 六个菜吃完 我感觉我饱了 它这个就很适合两个人吃 一共六碗饭 一人一口 两个人就点一个菜是吧 你应该再点个紫薯 那紫薯19块钱对不对 就点着两个是吧 那你定能吃饱 我直线也饱了 我感觉你好久没吃过 这么多米饭了 主食吃完了 我们开始吃甜品了 京都首作芝士相同的豆腐 哇 这个跟从来也都很像 就像是豆乳味的布丁 它就是奶冬的便衣版 吃到这里全是奶味 对 奶味和豆香味 然后它真的不甜 这家店的美道菜 真的创意非常的满 反正就这把美道菜 你们都能感觉到 他们在设计菜品的时候 还挺用心的 饭店行业是真的蛮卷的 你不要说它这个做法 提升了很多的价格 其实也没有 对 它们家其实蛮便宜的 我相信弹幕里有些同学 跟我刚开始做这个美视频一样 看听到网红的就充满了底肤 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讲 全中国的餐饮行业都卷到了 它必须得想点东西 这家店叫本地化 进行日式包装 它做的不是日料 它做的其实不是日料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 这家店生意这么好的原因 因为说真的 如果它做的是很地道的日料的话 它一定不会排队 而且不会卖这种便宜 因为全上海做的很地道的日料 它最终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把价格越多越高 因为它实在是味道上没什么好处的 它只能从时代上取身了 时代上取身的结果就是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就变成了只有一小部分会去吃的那种饭店 反正我觉得这个方宁排队系列 我个人挺喜欢的 因为你可以去了解为什么这家店火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当然这家店我个人并不是特别推荐 它比较适合我们频道没有的一种场景 就是两个小姑娘到这里来 然后拍拍菜 然后拍拍你 也可以两个男孩子 两个男孩子不太适合 跟你的好兄弟过来吃 吃了之后拍照发在朋友圈 发给你的女生 跟他说发现一家很好吃的店 下次带你来 你的女生一看到 这个菜好好看 是不是就可以约饭了 对也可以 你甚至可以一个人来 然后把菜拍一下 因为女生一定觉得你可能约了一个小姑娘 这样可以无形提高你的个人价值 有道理 女生上网一搜某点评上人均109 算了 他这边还有意见审卡 朋友请问你叫 你是小姐姐吗 你是50后吗 我们做些什么你会再来 确实 家店只要不排队 我觉得就很吃 说真的 就这个小细节挺重要的 说实话 真的顾客齐啥意见 也提不出什么很有价值的意见 但是这个东西的本身用来是什么 就让顾客觉得 自家店是想好好做的 想好好听你的意见 对的 他听不听的另当别论 这期视频到这边的结束了 记得关注我们书宝和小妈妈的账号 还有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今天的视频结尾 我们要郑重地感谢一下 小陈康复医师 这位原生玩家 他在我们的上一期视频里面 充值了1万块 给我们视频充电 来 我们大家 感谢这位老板 我直播这么多 也没收到过这么大份的礼物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原神可以赚这么多钱了 希望原神不要不识好歹 赶快来联系我们的商务 这个同学的ID 我注意到了 他在那期我们说 要去谈原神主题电影下面 他在每一条下面 都帮原神洗了一下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 我们频道的忠实观众 和一个忠实的原神玩家 但是也从那期视频看到 大多数的观众都不想让我们去那家店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家店 好像不是特别实惠 那家店本身不是很OK 既然不想去那家店 这位老板又想吃的话 我们就折中一下 我们就中中我们吃过来 这样怎么 他不是就我一个人去吗 看完RNG的比赛 直接看王叔和小王帽视频吃午饭 说到这个 最近S赛又要开始了 气癌也要开始了 我们最近也接到了一些战队的邀请 让我们去看看他们的战队食堂 你们想看哪个战队的 发在评论里面告诉我们 目前我们还是有一些计划的 比如说这些视频 点赞目标是什么 点赞到10万 我们就是涛博战队的食堂吃个饭 然后大家有什么想看别的战队 比如说DOTA战队 英手联盟战队也可以